这期影片会完整的展示给你罗织熊Canva制作出接下来你看到的白板动画 毕业后小明迅速举办了自己的画展 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的目光 他的梦想终于成真了 嗨我是Grayson 这频道就是泛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流量变现 一种网络出现内容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 谁要记得对我频道 首先第一部我们需要去准备我们的文稿 这里为了展示的需要 我就使用了ChatGBT 去帮助我去写一段30秒的故事 而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小明 他从小是很喜欢画画的 而父母看到他有天赋也非常支持他画画 经过他的不懈努力 他就进入到了一所有名的艺术学校 继续精进他的画工 并且在毕业后很快就举办了自己的画展 然后这个就是ChatGBT去帮助我根据我刚才发的 去论识的一个小故事了 然后接下来我就需要去把它做成一个语音的文档 想去制作画音 你可以选择自己去录制 或者说你可以选择其他软体去帮助你生成音频 比如说这期影片我就教大家 如果去使用剪映 去使用AI的方式去生成这段音频 现在打开了剪映了 首先需要选择左上角的文本 然后这里面选择默认文本 添加到我剪辑区里面 然后在右边你可以看到这个朗诺选项 然后在这里面我选择复制我刚才的小故事 现在我都复制了刚才的小故事了 然后朗诺这边你可以选择音色 这里面剪映是有克隆音色的功能的 你是能够去录论的声音 然后去生成你相关的音色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这里面剪映的AI音色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沉闻男生的声音去听一下 小明明从小就喜欢画画 他的作品走 这个声音听起来是非常适合于讲述故事的 所以就可以使用这样的声音 然后就可以选择这个开始朗读 这里面就生存一段音频 我就可以把这段音频进行导出 使用右上角导出 现在我进入到Canva了 需要创建一个新的设计文档 这里面我选择社交媒体 然后可以选择不同的格式 这里面我选择TikTok影片 也就是短视频的格式 然后需要选择左边的应用程式选项 然后搜索魔法媒体 这里面选择这个应用程式 再打开魔法媒体工具之后 需要选择图像这个选项 这个功能就是可以让你去输入文字描述 然后去生成相对应的图像 在底下你可以选择样式 我们可以选择这查看全部 这里面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 比如说简约的 艺术的 还有精细的 为了更加适配我们这个手绘动画的效果 我就选择这个手绘的风格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去输入我们的信息了 这个是需要根据我们的文本去进行描述的 小明从小就喜欢画画 他的作品总是充满创意和活力 所以第一个画面就会是小男孩小明 他正在画画的样子 所以我输入信息就是一个小男孩正在画画 然后是手绘的样式 这里面选择产生图像 这里面就可以看到 CAMMA的AI就帮助我生成了四个图像了 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如果说你喜欢某一个画面的效果 你可以选择三个点标志 让它去产生更多类似的结果 比如说现在它就根据刚才这个画面 去生成了另外三种类似结果了 我可以选择这个效果 现在它就加入到我画面里面了 我可以调整它大小 然后移动它的位置 比如说我移动到这边 为了保证一致性 我可以把其他的画面先保存起来 以防之后是需要用到它们的 然后接下去为了能够丰富我这个画面 我可以在后面添加元素 比如说我可以添加几个画 挂在它后面的墙壁上面 我就去让它去生成儿童的绘画作品 现在它帮助我生成了四个结果了 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风格 然后可以选择三个点标志 选择产生更多类似结果 现在我就可以添加这些作品了 我可以选择放两幅画 在它的背后 然后就可以添加第二个画面了 父母发现他的天赋后 非常支持他 这个画面上面需要出现小明的父母 然后看看他正在认真的画画 这里我还是把刚才小明画画的样子 去放到这边 然后为了让画面有种不一样的感觉 我选择把它放到最上面 然后这边要去帮助他生成小明父母的样子 这里面就帮助我生成了四对父母的样子了 因为这里小明是金色头发的 所以我就选择这对父母 他也有金色头发 然后把它放到底下 调整大小还有位置 然后再创建第三个画面 继续听一下接下来的故事发展 为他提供各种绘画工具 和报名参加艺术课程 这里需要一个画面就是 小明的父母让他去参加艺术班 这里我选择提示就是 充满学生的艺术绘画教室 这位可以选择这个画面 然后调整它大小 然后把小明的父母放到这边 调整完之后再复制小明的父母 然后把它放到这边 然后稍微再移动一下 这样子就有一个画面的感觉 小明的父母把小明去送到了这个画室里面 去让他精进他的画作 接下来再看一下故事的发展 所以第四个画面 就是小明在不断的努力的去学习画画 去精进他的画工 这里面我选这样图像 调整他的位置还有大小 在画面上面也可以添加一些绘画工具 我选了这个画面 然后就放到这背景上面 然后调整一下角度 这样子画面就会更丰富一些 再来看一下接下来的故事发展 平击着他的不懈努力 他成功口入了以所有名的艺术学校 继续深造 这里面需要有一个进入大学的样子 像是生成了大学的图像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大学 调整它大小还有位置 然后再生成小明的图像 这里面我就生成一个小明成年后的形象 我把它放到底下 再往下看一下故事的发展 毕业后 小明迅速举办了自己的画展 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的目光 他的梦想终于成真了 接下来就是毕业后 小明举办画展的画面了 这里面就帮助我生成了画展的画面 我可以选择这样的画面 可以把它放到底下 上面可以放入小明的人像 这里面我输入文字提示是金色头发的男画家 然后产生的这些结果 但是这些结果我并不是非常满意 然后可以选择这个再产生一次 这个是新产生结果 我可以选择这个画面 把它放到上面 调整它大小 像我这些画面都有了 我可以选择给每个画面去加入背景颜色 这里面CAMP有个很好的功能就是照片颜色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颜色 然后选择这个全部变更 这样子整体的画面都是有相同的背景颜色了 然后需要导出这些画面变成PNG的格式 选择右上角分享 然后选择下载 这里面选择PNG 然后所有页面都下载 然后回到CAMP这边 需要重新创建一个新的文档 这里面上传刚才我们导出的PNG答案 然后创建每一个画面 在加入所有画面之后 再加入刚才我们录制好的音频 这里面我们导入刚才的音频 然后需要把画面和每一段叙述进行匹配 这里面调整这段画面 这里面调整一下 然后每个画面这个时间轴移至到最后 然后返回大概两秒钟的时间 然后你选择右击 这里面选择分割画面 待会告诉大家为什么需要这么做 每个画面都是这么操作 接下来需要打开一个应用程式 选择应用程序选项 然后搜索这个Speed Painter 它是能够让你去打造一个手绘的效果的 这里我上传了第一个画面 然后它可以让你选择 这个手绘的时长是怎么样的 然后这个颜色的填充时间又是怎么样的 通常来说 短的手绘的时长是比较好的 能够让观众更坏的知道 这个画面具体是怎么样的 所以把它调整一秒 然后颜色填充是三秒 这里面选了Generate 这里面就可以看到 它就帮助我生成了这样子的手绘动画了 我选了Add to Design 然后把它布满到我整个画布上面 然后这里面需要添加一个转场 这里面选新增转场 然后选择溶解 这样就可以在手绘完之后 会有一个两秒钟的时间 能够展示完整的动画了 可以选右上角去预览一下距离效果 所以总体效果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边还需要新增一个转场 这里面选择滑动转场 然后这里面往右 就可以进入到下个画面上面了 然后同样的操作可以运用到之后的画面上面 全部生成了手绘动画的效果了 接下来一步就是加入音乐 这里面你可以使用CAMMA里面的音乐 或者是说你可以自己上传音乐 这里面我就上传一段音乐了 交路之后需要把音量调整一下 选择声音选项 调节它的音量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最终的效果 小明从小就喜欢画画 他的作品总是充满创意和活力 父母发现他的天赋后 非常支持他 为他提供各种绘画工具 和报名参加艺术课程 小明日复一日的练习 不断提高自己的记忆 凭基着他的不懈努力 他成功考入了以所有名的艺术学校 继续深造 毕业后 小明迅速举办了自己的画展 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的目光 他的梦想终于成真了 这个使用CAMMA去制作手绘动画的方法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开始免费的使用CAMMA 如果想学习到 更多关于CAMMA的使用技巧和方法 你可以点击这播放列表 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喜欢我们这部影片 点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 了解更多关于CAMMA的内容 追踪我IG 能够很高的互动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